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自己的风格 比较特殊的呢,现在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 他们无论是在科技上还是在军事上 几乎是在摸索的,在探索,寻求一条新的道路 因为他们属于开拓者,无从模仿 还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呢,就是现如今的中国 原先跟着苏俄去学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即便是混合,它也是混合了中国的王朝专制 与现代的社会主义学说 有一部分呢,是自创的 大部分呢,还是一步一趋的,跟着苏联在走 没成想走着走着,落大个苏联,突然就没了 这东西就尴尬了 当年呢,确实乱过一阵子 好在呢,有人找到了一条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先例 就是源自于印度或者说天竺国的这个佛教 那么传到大唐以后,逐渐的就被同化了 最终本土化了 是吧,你看佛教的发源地,现在几乎已经不以这个东西为主了 那么主流的变成了中国流传的大臣佛教 其实穆斯林啊,在中国也经历了这么一段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这个门幻 它其实就是一半中国的传统观念和一半的伊斯兰教派 融合在一起形成的这么一个宗教团体 那么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这个社会主义革新吧 算是 你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一种大的社会动荡 它的本意 是为了采取一条适合于中国发展的道路 快速的追赶 世界常国的步伐 预备建立这个新中国的时候呢 牺牲了无数的人人之士 有一些确实很有理想 他们幻想着能为中国人打造一个新中国 那么49年建政以后 曾经推出了许多快速工业化的方法 你无论是剪刀叉也好 还是这个大跃进也好 都是一意孤行或者说 孤注一致的这个做法 最终我们看到了经济 濒临崩溃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至少看到了两次经济动物 一次 是大跃进导致的三年的所谓自然灾害 土地的产出无法养活全国的百姓 饿死的人到现在数字没统计出来 或者说就算有数据也没有人 没有一个权威的部门能够公布它 我们知道应该是在3700万左右 但是详细的数字因为涉及到政权的安危 所以呢始终没有被公布 另外一次呢 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前 这个时候国库里几乎已经消耗殆尽了 那么改革其实它是给这个政权续命的一个做法 我们知道改革的骑手其实是华国锋 当他被赶出历史舞台以后呢 中共批驳他给他订了一个调子 叫他发起了一个洋药金 那么经过御用文人的吹捧 邓小平成了改革的骑手 改革的设计师 接下来是江泽民和胡锦涛这两任几乎就是个维持会 我们现在看到的习近平这一代中共的领导 他们是相对比较纯正的 红二的这个代表 我们也不用说他的学历有多高 或者说中共的领导机制 它是一个立陶台 其实这个说法都没什么用处 你从本质上来探究 如果你用正常的方式来探究习近平的这个思维活动 你是不可能找到结果的 它是那种幻觉比较重 或者说他严格的依赖于他幻觉中的精神世界而存活的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猜测 宗伴给他为了这个迷幻计 在长期的阿谀奋层中间 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神了 这个也难说 这个东西说不清 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精神分析类专家 其实中共的这个领导层选举 他应该奉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 每当选举核心 在选举之前 应该让被提名人去审计以上 精神分裂证司法建定中心去出具于一个证书 这样呢可能要规范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领导人 他所有的他的思想 他的言谈举举止 他的这个幻听幻觉是相当严重的 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 你要从他这个政治规矩 从他这些什么洗洗澡照照镜的正正衣冠 这一类的描述 这一类的豪言壮语来看的话 他是一个老派的保守的 走红色路线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 但是你要是看 他最近鼓刀的这个 与美国之间 开始相互制裁 对等制裁 甚至在党内宣传的 他要有定于一尊的 这种权威 你就可以感觉到 这是一个恰恰在陌路狂奔的时候 并不知道自己 站在悬崖边上的人物 我怀疑前两年他在阅兵的时候 用左手敬礼 都没有人敢告诉他 敬礼应该用右手 那么你用常规判断不出 习近平到底想做什么 你又不得不依附于整个社会的大潮 去隋大流 去跟着他跑 这个东西就很可悲了 我们知道在中国 很少有人愿意 用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自由 来植树胸襟 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公布于众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 皇权体制或者专制体制之下 他要冒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全国能够提自上筷子的政治意义分子 不过就是几百分 大多数人 把这种压抑 郁闷在心里 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不对 但是不太敢说 一来说了没用 二来呢 整个社会他现在蔓延着一股风气 谁都不想挑头 目前这个政权跌跌趴趴 他还是能往前走的 他还仍然糊下去的 只能说他走一点是一点 大家都在观望 在观望的过程中 勇敢者 你的勇敢几乎就是跟自由 甚至你的生命告别 那么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实行了全面复古的 这么一种方式 即便他使用了一些 或者重新定义了一些政治学上的名词 但是他走的 还是毛泽东的那条路 叫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那么 从习近平的这个 获取权力的这个方式 或者说这种巧合来看 他并不是一个被全党公认的领导人 不是各个三头都对他服气的 原本 只是认为他这个人比较憨 比较二 那么由他来 主导全国的政权 不至于出现大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才 他只有自己的自说自话 那么 那么几年下来 大家发现好像上当了 作为老百姓来说 笑料看到很多 作为党类的一些反对者而言 他们现在看到的是很惊悚的未来 因为这个习近平 他真的以为他能复制毛泽东曾经的光辉 人家不管是打天下还是做天下 既有自己的战友 也有自己的威望 一路走来 他是扮演的导师和骑手 甚至军事家 政治家的 这么一个威望 经过战火走过来的领导人 他是有自己的脾气的 像习近平这样去模仿他 其实用处并不大 因为你只能行事 不可能神事 神经倒是有可能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 总体的操作上来看 习近平所有的步伐 都已经脱离了中国目前的现状 他在幻想的解决一些国际上的大事 但是没有人拿他当回事 在国际上 中国经济对外的影响确实有 因为你是大宗的买家 在国内政治上 一团糟的现状已经连续了几年了 经济是不是能维持 能维持多久 目前来看 这是最重要的 你管住别人的嘴 不给人家说话 没有问题 你要是让他们也不吃饭 这个问题好像就大了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 我们等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喜剧性的结束